下個範例大概做出來類似像這樣 那其實就是底下也是1到9好了 那我們可以清除 然後呢 輸入密碼這個就ATM假設你的密碼多少 假設你輸入123 按確定的時候 他會出現密碼錯誤 不是這一組密碼 是這個12356確定 密碼正確 所以呢你在這個地方 按確定之後你要去思考 按確定的時候要做什麼密碼比對 就是說呢你要把這上面的東西 Get回來 然後呢再去比對 你內部的那個 密碼是多少 如果為True的話 就輸出那個密碼正確 反之的話呢就是密碼錯誤 OK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清除 清除功能我想前面我們講過了 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四串Get回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再去比對 用那個substring substring呢 裡面頭是0嘛 然後尾的話就是他的長度-1就可以了 接下來最後一個是結束 結束之後的話會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叫對話 對話方塊這個是否結束 那是否結束這邊有個title 這邊有個message 然後有一個兩個button 一般是什麼 左邊是 Positive button 就是Positive 那這個是Neptive 不過這個是因為我摩尼器是2.33的版本 左右邊 是 確定是在左邊 然後取消在右邊 可是如果一樣的App 在4.x的版本下顛倒 它等於4點幾的版本 它按鈕就顛倒過來了 它確定就變成在右邊 取消在左邊 那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可能是我在想說 可能是Google想說我就不要跟 Windows一樣 Windows就是 有沒有 左邊是確定右邊是取消 那可能是我就不要跟你一樣 我就顛倒一下 不過也不影響 主要就是說了解 上面這個 這個叫Alone Dialog 這個Alone Dialog 怎麼做出來的 那當你按一下確定的時候 就直接 離開什麼呢 離開這個城市 就跳離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第一個就是 請各位 再建一個 專案 專案名稱 我叫 ATM Toss 也可以啦 ATM Toss 這個名稱 然後建的流程我想都一樣 請各位自行先把 這個專案先建起來 那裡面的畫面 大概 建起來大概就是 幾個剛剛看到的這個畫面 那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雲端 白板上面的畫面 那分別就有這些 那等於也是複習一下 第一個你先拖拉出一個什麼 拖拉出一個什麼 一定是一個Lumber 一定是Lumber的 這個 就是數字的部分 拖拉過來就可以 然後名稱的話 給叫做 EDATM 那底下的話 因為會有 總共會有 四排的 按鈕 所以分別 我想上次 上次有講過嘛 你先 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Layout 這個Layout的話呢 就是這個 Honironto 先拖拉過來 然後再放按鈕 或者是說你可以先放按鈕 再把它什麼 放到 這個 橫向列裡面 也可以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等一下再來看 其他的這個功能要怎麼樣設計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按鈕